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需要一段时间的休整 也是在为训练营做准备 并没有参加球队自发的集训 对周琪来说 之前已经失去了一次提前联络感情 熟悉球队战术的机会 现在又无法参加训练营 的确非常可惜 今年夏天 阿里扎 巴默特和安德森相继离开 同时也有安东尼 恩尼斯 奈特 麦恰威和克里斯等新员的加入 火箭阵容出现了大幅度的调整 除此之外 鉴于上赛季西决生死战 27投零重的惨痛教训 德安东尼在战术方面必然有所调整 这些都是周琪需要提前了解 适应的 火箭内线球员中 除了卡佩拉本作首发 克里斯和内内也争夺第一剃补 而周琪成为第四选择 尽管莫雷在休赛期表示 新赛季会给周琪更多的机会 但志在冲冠的火箭 更加需要锻炼克里斯 莫雷的承诺多半会成为克套化 此前的亚运会上 周琪表现得不错 尤其是外线投射稳定性有了不小的提升 从现在开始 周琪要抓住每一分钟的表现机会 才有可能得到上天的眷恋 而这次受伤 无疑是一次重大的打击 受伤不是问题 问题是不断受伤 这是每一个中国球尼 都不愿意触碰的话题 姚明就是因为频繁的受伤 扩早的结束了NBA职业生涯 现在的周琪 也遭受到了同样的麻烦 而且看起来比姚明更加严重 自从今年三月份开始 短短的半年时间 这已经是周琪第三次受伤 第一次是三月份 在征战发展联盟 毒蛇对维恩宝蚂蚁的比赛中 大魔王落地是手肘不幸受伤 第二次是七月的夏季联赛 周琪小腿拉伤 对于一个还没有真正接受过NBA常规比赛对抗的球员来说 如此频繁的伤病 周琪的体质问题 必然会引起火箭管理层的重视 如果经过火箭队内的研判 被贴上玻璃人的标签 那周琪本就飘摇 不定的NBA职业生涯 恐怕真的就要面临危机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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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